六港帝政事務所十九核齋棋 特別到福建教頭社區進行下鄉侯母 向鄉親選擇政策 並且提出鄉親主義特點會堵到的狀況 必須要影響到自己的環境 帝政事務所主任是向大家提出一些 點點堵到的狀況 政府也有規定 你的土地如果沒辦價值的時候 政府沒辦價值的時候 政府會帶貫 會每年四月 可能會帶貫十五年 如果是不來辦 政府會傳你 國會友達成就俗繹 給你們 komplier surprucion 當然這個財人 夾到你的那個鑽留 待會你們來唸 但是你家是辦不出來 你也來唸得獎 所以如果家是沒便 你怎樣 會土地保护 子馬保护 所以這裡有家 bana 所以我們鄉親真兒端 你如果家想的負面一定要拿 你如果問我 要怎麼打 或不然有困難 很多家的就有甚麼情妙 說這個女孩坐出去不能噴財 對嗎?女孩不能噴 女孩就不把你回家 你就放不出來 所以我們這個 這都是女孩 我告訴你 女孩怎麼反而好噴 為了要讓鄉親保護自己的款項 六港地政事務所 每個月都會到隔壁來為鄉親服務 不管是土地方面的選擇 或是民眾辛苦比土地的問題 都會以他來解釋 幫鄉親爭取款項 我們今天就是配合我們的社區 我們發覺說 我們很多這些社區的長者 對土地上色都沒有很清楚 譬如說土地要怎麼算 要承認性好、要承認性好 或是說現在最洪的土地圍規 要怎麼拔面 這個部分很多民眾都沒有很清楚 所以我們地政事務所特別 來這裡社區 來把這些士官 來幫他報告這個情人 希望他如果有機會 如果有土地沒有困難的 都可以來地政事務所 來想有改革的辦法 在專家這個時代 最佈的就是土地沒有困難的建設 土地沒有困難的建設 如果政府有可能 會把他代官之後打賣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就很積極 我們這個地方找到他要建設 來協助他 將他建設土地的困難 避免他的土地去給政府打賣 對地政的貨物 鄉親是感覺很大心 讓他們知道很多事情 對我們社區 對我們村民 這個說 我們沒有了解 都可以投資 一起去牽打 來讓我們了解 這個方法不錯 朱林陳義弘也表示 在來到各地的感慨以外 民眾比較舒服的問題 可以直接來到 地政事務所順問 地政事務所一定會成立 協助大家解決土地方面的問題 新中華新聞副榮青 霍兄 蔡宏博都 有一個د 如果你還要工智慎 最後呢